上一期因為郭台銘的暴論 就沒能繼續臺灣鼠魚吹系列 本以為這周應該肯定能接著做了 沒想到又出現了這個我不得不討論的新話題 中國脫口秀的天花板,效果文化翻車了 效果文化旗下的李浩石一句 作風優良能打勝仗 徹底的葬送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也讓東加直接損失了1300多萬 間接損失我認為至少三五個億是有的 如果在算上像我這樣的自媒體蹭上去賺的錢 以及這件事情加來被反覆炒冷飯所產生的流量 House大概算得上是一字一經了 目前來說在演藝界能達到這個能量的人暫時應該是沒有 商界裏面能夠媲美的 怕也只有馬雲的外灘演講 以及東哥的想不想做鄧文迪了 給不知道這件事情的朋友簡單的介紹下 大概就是效果文化旗下的一個脫口秀演員House 在現下講笑話的時候說他收養了兩條野狗 這兩條野狗可以自己主動抓松鼠 讓他想到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句話 這句話最早是2013年習近平在12屆人大期間 在一次與軍隊代表團的會議上提出的 原文多4個字順序也有點不同 習近平說的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 不過這個應該不影響我們的理解 因為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些詞 一般只用在中國軍隊身上 所以我們即便不做任何的延伸 House也是把自己的狗和軍人相提並論了 House是不是還有其他更深層次的意思呢 我看到有些人已經一路挖到上甘嶺戰役了 我覺得咱們不必落井下石 在這個問題上繼續追 就是不給別人活路了 我只想聊聊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House確實是侮辱到軍隊了 侮辱這個詞它是個很感性的詞 並沒有一個很硬性的標準 但是我覺得它有三個參照物 一個是被侮辱的那個人 如果那個人他自己覺得被侮辱了 那就是侮辱 每個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樣 有些人他能夠承受的上限 可能還不如別人的下限 這個東西不能強求的 中國的西部軍區在House的言論被曝光後 對House進行了譴責 既然軍區已經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了 那麼House的辱軍問題其實就已經跑不掉了 第二個參照物是侮辱人的那個人 有些東西可能本來不一定算侮辱 但是如果發出侮辱的那個人認為是侮辱 並且持續不斷地去加深這個印象 那也算侮辱 比如說支那這個詞 你說支那是侮辱嗎 現在當然是 但是實際上支那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 由於佛教的流傳 支那這個稱呼在九世紀的時候就流入了日本 本來是沒有任何的歧視意味的 就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就像我們叫韓國 可以叫它韓國 也可以叫它南韓 甚至叫南朝鮮 但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 就堅持只叫中國支那 而不是大清帝國 或者後來的中華民國 他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個詞來告訴中國 你不配決定自己的名字 我想怎麽叫你 就怎麽叫你 這麽一來支那本身這個普通的詞彙就變成了侮辱 那麽House主觀上有沒有侮辱軍隊的想法呢 我不是他 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 我只能從現實的角度去分析他這麽做到底有沒有好處 中國的解放軍其實是蠻低調的 起碼在新聞上 我不知道軍隊做了什麽傷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侮辱他們 並不一定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 而主動侮辱他們 必然還要受到官方的打壓 除非House家跟解放軍有仇 否則我看不到侮辱軍隊對他來說有什麽大的收益 因此我傾向於他不是有欲去辱軍的 但是事情鬧到這麽大 又涉及到了第三個參照物 第三者 有時候涉嫌被侮辱的人 本人可能沒什麽感覺 但是如果大量的第三者都覺得這是侮辱 那他也就是侮辱了 中國有句老話怎麽說來著 黃泥掉褲襠不是屎也是屎 這件事情我也是第三者 所以我覺得我的感覺應該是有壹定代表性的 我認為在中國這樣壹個暫時還在討論可不可以吃狗肉的國家 把狗和人放到壹起討論確實就是侮辱 咱們不去聊那些上綱上線的東西先 就單純的只討論侮辱的話 我覺得很多朋友的想法應該跟我是類似的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是反對觀點 有些人認為說House說的只是他養的狗 不壹定跟軍隊有關系 我覺得如果這個是在法庭上為被告辯護 那完全沒問題 但是如果是老百姓之間的就是論事 這麽說就沒意思了 就好像妳在微信上罵了壹通席包子 微信把妳給封了說妳侮辱元首 那妳就說習近平又不叫席包子 這個就是純狡辯了 妳該去討論的是老子罵習近平平什麽封我 而不是說有沒有罵習近平這件事情 那些說House沒有說到軍隊的人 要麽是妳腦子不好 不配看脫口秀這麽個東西 要麽就是性格上偏懦弱 這個其實就是屬於一種下意識的逃避嘛 那麽還有壹種說法就稍微具備一些邏輯 說House的觀點是說他的狗像軍隊 不是說軍隊像狗 這個說法我也認為是在法律援助的時候 可以用作減罪的 但是對於現在的問題起不到什麽本質的幫助 這句好像別人說小姐姐像妳媽 和妳媽像小姐姐壹樣 雖然有壹定的區別 但是侮辱這件事情是跑不掉的 所以綜合上面說的 我認為House的乳軍他本人並不是有益的 或者站在他的角度他覺得不算侮辱 然而軍隊本身以及大量的百姓 認為這是個侮辱 因此對於House和效果的處罰 我認為是合理也是合情的 然而我認為官方也許希望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發生 我不是說希望House沒辱軍 而是說希望事情沒有鬧到人盡皆知 先說為什麽我認為處罰是合理也是合情的 首先中國在2021年就已經明確立法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注意是任何方式 詆毀、貶損軍隊的榮譽 House有沒有辱軍 前面我已經論證了 軍區都認為他辱了 所以依法對他進行處理 沒有什麽好討論的 所以問題實際上應該是 中國通過法律去保護軍隊以及軍人的榮譽 是否是一個好辦法 能不能達到他希望的 讓軍人受尊重的目的 法律是個什麽東西呢 我已經很多次強調過了 法律是強者制定的保護弱者的規則 只有弱者覺得自己受到了保護 整個社會才能夠穩定 中國的軍隊是強者還是弱者呢 按照2023年全球火力的軍事排名 中國的軍力排名世界第三 中國的軍隊當然是絕對的強者 但是這個強者是對比的各國的軍隊 那麽相對於共產黨 相對於中國的人民 中國的軍隊是強者嗎 我認為不是 在這裏我再挖個坑吧 反正坑多不愁 未來我還會再做一個系列 就是中國共產黨到底是如何保證軍隊的忠誠 毛澤東的一句黨指揮槍 就很好的詮釋了共產黨和中國軍隊之間的關系 從胡錦濤時期開始 軍人就不再能夠進入常委了 就不說什麽泰國緬甸伊拉克之類的了 美國也是出過不少將軍總統的 中國為什麽和他們不一樣呢 這個其實就是中國幾千年總結出來的政治哲學了 以文治武 中國歷史上但凡是五人佔上風的年代 老百姓都活得很慘 目前中國的軍隊在整個統治體系裏 是沒有什麽太高的地位的 那麽軍隊相對於人民 用慘字來形容不太好 但是中國解放軍真的算得上是為人民服務了 一個衛官也就是排長廉長這個級別 月工資也就5000人民幣左右 你去三線城市送外賣都不值這個錢 而中國解放軍需要承擔相當多的責任 平時有很多非人的訓練 可能有槓筋要槓 我只能說以我的這個小體格 那些訓練就是非人 一旦出了什麽自然災害 解放軍直接就拿肉身去扛 你讓美國大兵去試試 他不得拖拖了你 而且軍隊還有壹個保駕為國的責任 和平年代當然是最好 就壹旦發生了戰爭 這些軍人必須是要扛在第一線的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的軍人怎麽樣 反正在新加坡 軍人的收入是很不錯的 壹個大專生去做職業軍人 月收入2-3萬人民幣是沒問題的 大學生當兵收入可能還更高 而且在新加坡當兵 平時在兵營周末節假日還可以回家 如果去海外訓練 還有一筆非常不錯的補貼 我不能說在新加坡當兵比其他職業更好 但是絕對是壹個不錯的職業選擇 中國的軍隊在毛澤東時期是特權階層 鄧小平時期很多特權被拿走了 但是給予了軍隊經商權 軍隊的士兵雖然待遇壹般 但是軍隊領導都成了資產階級 從江澤民開始後的總書記 開始打擊軍隊經商 到了習近平時期直接進入了高潮 整個軍隊的面目煥然壹新 但是相應的 軍隊所能獲得的利益也被極大限縮了 這兩年中國的經濟不太好 很多年輕人開始搞公務員 但是暫時加入軍隊這個選擇 好像還沒活起來 不能說沒有年輕人想加入軍隊 但是很明顯多數人還是覺得當文官比當武官要好 如果說中國的軍隊工資高壹點 工作清閒壹點 甚至可以出去吃拿卡要壹下 我相信去軍隊的人壹定會多很多 但實際上現在中國的軍人回報要比付出少 特殊的權貴階層除外 作為普通視頻前面已經說了 收入還不如送外賣的 要是沒混上去將來退伍了 搞不好還是送外賣 雖然說軍人退伍有比退伍精 但是軍人在軍隊裏學到的大部分技能 他沒法在社會上用 大部分人進入了社會還得從頭再來 所以說當兵從投資的角度來看 他不是個好選擇 那壹個國家他可以沒有軍隊嗎 當然不可以 中國目前正面臨著西方國家的龐大的壓力 再不是鄧小平可以百萬打裁軍的年代了 那麽要如何讓年輕人願意加入軍隊 從而去維繫軍隊的戰鬥力呢 可能有人要說那就加錢嘛 這個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中國要用錢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 如今文官體系的公務員都在匠心裁人 就別說武官體系了 如果錢給的不到位 那就得面子給到位 那面子是怎麽來的呢 壹個是自己振 壹個是別人給 怎麽自己振面子呢 五人的最高榮譽是什麽呢 封狼拘蓄 解放軍要是能夠收復藏南或者臺灣 甚至將來出海跟美國一樣干預他國的內政 那就牛了 壹個虛構的戰狼都能獲得天亮的票房 中國的軍隊要是真能夠打出去 那得是多大的榮耀啊 但是問題是 這幾十年中國的軍隊就是很低調 最多是在藏南和印度兵拿棒子互歐 還沒歐出什麽結果 對印戰爭和對越戰爭打的是不錯 但是為了緩和國際關係 中國沒有做任何的宣傳 平時提也不提 這造成個什麽問題呢 就是中國軍隊的榮耀 要跨越半個多世紀 去到抗美援朝時才行 大家看中國有名望的皇帝 秦皇漢武 唐宗宋 全都是一直在打仗的 這個是普通老百姓他能夠看到的榮譽 但是中國有句古話說 叫善戰者無赫赫之功 其實中國這麽多年沒被揍 尤其是蘇聯解體還有六四的時候 中國能夠不垮 軍隊的貢獻是很重要的 但是老百姓他很難體會的到 而實際上前幾年就有不少公眾人物 因為不滿共產黨 開始在網上編排上個世紀的戰鬥英雄了 比如說毛安寅的蛋炒飯 因為這個事情他年代很久遠 現在年輕人他很難對當時的軍人共情 段子他最重要的是反轉 毛澤東的兒子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 顯然沒有毛澤東的兒子為了吃蛋炒飯 被美國人炸死 來的更吸引眼球 所以因為中國的軍隊無法像美國一樣全球出擊 就無法自己獲得尊重 而又有些人開始抹黑軍隊 軍隊本身的待遇又很差 又被共產黨緊緊的鉗制著 不能像很多國家的軍隊那樣為所欲為 那這樣的軍人做著還有意思嗎 所以說你現在還覺得中國的解放軍是強者嗎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共產黨必須給到解放軍面子 第一步 當然就是讓別人先別罵軍隊了 這才有了2021年的立法 這之後確實很長一段時間 看不到什麽人編排解放軍 尤其是以前的戰鬥英雄的段子了 所以當House的這個新的言論出現 並且在網絡上發酵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後 共產黨他就必須做出處理 而且必須很嚴厲的處理 很多人可能會說 你看美國的軍隊他怎麽就沒有這麽玻璃心 你要是這麽說也不全錯 共產黨要是給中國的軍隊發過工資 再送解放軍上臺灣島 那軍隊說不定也就把House當個屁給放過了 但是現在軍隊的聲譽就是脆弱的 可是我們也要問了 就是官方對軍隊的保護 能夠讓解放軍受到尊重嗎 為什麽我前面說官方其實不想這件事情鬧大的 因為不管怎麽處理 軍方都會非常丟臉 我舉個可能不太恰當的例子吧 就是一個學校的學生他罵了另外一個班的班主任 結果有一個看不過眼的學生就在全校的廣播裏 義憤填膺的抨擊這個罵人的學生 導致全校皆知 最後學校開除了這個學生 連帶的處罰了這個班上的班長 那個被罵的班主任 他真的需要這個孩子去替他維護這個正義嗎 他真的需要這個孩子告訴全校的人他被罵了嗎 假如說這個罵人的孩子是在全校的廣播裏罵老師 那麽這個時候我們站出來反駁 說你罵的不對 這是有幫助的 但是在這個事情大部分人還不知道的情況下把它鬧大 那意義何在呢 這個例子是我編的 不一定承得住腳 趙薇的例子可能就給人家妥當了一點 在趙薇被封殺後 有任何機構給出解釋說他為什麽被封殺嗎 沒有吧 為什麽呢 趙薇作為擁有非常大流量的明星 如果公佈了具體的原因 又會吸引一波研究 而官方並不希望這個具體的原因被討論 這個就是共產黨常說的穩定大於一切 因此我說官方其實不希望這件事情鬧大 因為軍方相當於被一隻螞蟻給挑戰了 如果好心人拿出一個放大鏡 並且告訴所有的人說 你看那隻螞蟻在比中止 最後軍方不得不出嘴 這能體現出軍方的強勢嗎 我覺得恰恰相反 一隻螞蟻挑戰你 你都得很認真的回應 這真的很弱勢 甚至有些心酸 而官方的這種保護 短期內確實可以讓持有意義的人晉升 但是長久來看 還是不能解決軍隊弱勢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後續還會有一系列的動作 我有三個推測 一個是有關網絡言論管控的 一個是關於透口秀的 還有一個是關於軍隊未來走向的 也就是我認為共產黨可能繼續為軍隊做的事 我稍微回想了一下 最近一年多 我已經做了三次有關網絡言論管控的視頻了 一次是灰心針 一次是賽雷 一次是司馬來 這些人被封或者戰封和House出事還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前者他們都是涉及到了很多政治類的東西的up主 而且是放在網上給全網的觀眾看的 各自反陣營的觀眾對他們的舉報也是持續不斷 因此他們被封我並不感覺到意外 無論是監管還是平臺的封控團隊 都對他們盯得死死的 House的事情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線下的脫口秀活動 觀眾非常的少 最開始的時候是由一個氣不過的觀眾在微博上通過文字曝光 然後才越鬧越大 如果看過我前面視頻的朋友 就應該會記得我的一個觀點 就是越是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共產黨對這些人的要求也就越是嚴格 但是對於普通人他會鬆密些 這次的熱心網友舉報 實際上就是找到了監管的一個bug 就是我可以處於正義的目的 通過一種譴責的方式來做到信息的快速傳遞 我不是要指責舉報的熱心觀眾 我只是說這可以是一種方法 比如說台灣的一個YouTuber 他經常做一些反攻的視頻 也蠻有意思的 有一期視頻就是一個大陸的網友提供的素材 大概就是說這個網友跑去公安局 舉報這個YouTuber是臺獨 那你說公安局能做什麽呢 公安局哪裏管得到臺灣呢 他其實就是通過舉報這樣一個玩法 來證明中國大陸對臺灣的無可奈何 你也不能說這個舉報的人做錯了吧 但實際上它效果是非常反面的 當然這個只是發生在YouTube這個小圈子裏 國內的視頻審核早就已經把臺灣列為了敏感 不管你出於什麽目的 在發出去之前都會被審核 但是其他的不相干的文字型微博什麽的 就只要你不是大V 還是可以隨便發的 就像彭帥那個時候舉報張高麗一樣 不過經過這次House的事件之後 我猜測微博什麽的又要更新算法了 這些所有出於好心的舉報 甚至一些出於正義的抱怨 可能都會被增加一些審核的步驟 這個無形中可能會使一些正經的舉報被埋 所以我的看法和很多意見領袖不同 中國不會重新走回文革時期的大舉報時代 而是你的舉報搞不好 請你自己可見 有關脫口秀的發展 我也有一些想法 我本人是非常喜歡脫口秀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上我也行 提到脫口秀我們常說的一個詞是冒犯 這個詞已經被說爛了 我覺得脫口秀倒不是為了冒犯而冒犯 更多的時候脫口秀像是一個腦筋舉轉彎一樣 就不停的在反轉 既然要反轉 它就不能光做正確的價值觀輸出 反而是要有一些比較反常的價值觀 因為反常時所以就不可控 通常脫口秀演員剛把段子寫好的時候也不確定效果 現下的脫口秀其實就是一個小規模的實驗場 供他們去打磨自己的段子 這次House的事件 肯定會對現下脫口秀的生態產生不少影響 即便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現下脫口秀 應該也會增加審核這個環節了 一方面會增加脫口秀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脫口秀也會沒那麼高級了 我認為脫口秀大概是三個層次 最初階最容易的就是調侃自己、調侃朋友 再上一個層次則是調侃一些群體、一些現象 再高階一些的 則是用搞笑的方式對社會問題進行比較深層次的探討 為了安全 將來很可能中國的老百姓能在螢幕上看到的脫口秀 會主要集中在第一階段以及較為淺層次的二階段 總的來說就是你倒戈又贏麻了 我這樣的三流選手可以隨行所欲的吹 搞不好就比受盡拘束的一流選手更有意思了 有關軍隊的問題 除了前面說的第一點 官方會對軍隊保護的很嚴 誰也不准罵軍隊 然後可能會盡量提高下軍隊的待遇 多罰一些獎章、榮譽之類的 剩下的可能就是我最不想預言的了 中國今年放開了疫情管控 又做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 中國的經濟應該是要快速上漲的 但是如果它漲不動呢 5月中剛出的數據 中國4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 遠低於10.9%的預期 去年4月中國還處於疫情的管控中 所以這個同比增長應該是很高的 但是實際數據遠低於預期 16-24歲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了20% 比3月不降反增 而從GDP的數據上看 中國與美國在2022年的GDP差距變大了 也就是說中國追趕美國的腳步不僅僅是變慢了 甚至美國開始甩開中國了 如果這樣的趨勢不改變 中國就真的被美國壓在了中等收入陷阱裏了 無論中國共產黨最終的目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還是世界和平,人類大同 前提都是共產黨要把政權牢牢的把握在手中 歷史這個東西其實是一遍又一遍的在重複的 雖然說用德國或者日本來舉例子不太好 但是德日當年都是因為國內的經濟不好 所以只能用公共建設和軍工來拉抬GDP 到最後不得不發動戰爭 轉移內部的矛盾 現在中國的內需不旺盛 外部訂單大幅減少 就業率走低 我預計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共產黨需要承受更大的內部壓力 很多不喜歡共產黨的朋友 對這次中國對HOST以及效果的處理很不以為然 我卻覺得這可能是最好的處理方式了 放任不管 民怨很可能就會找到一個宣洩的窗口 最後迫使共產黨做出更加激進的舉措 現在快刀斬亂麻 可以震懾部分人為中國爭取更多的時間 但是如果整體的經濟依然沒有好轉 那麽軍隊可能就會向我們不期望的方向轉變 也就是戰爭 這也是一黨專政的問題 民主國家可以通過政黨輪替來釋放內部壓力 一黨專政卻只能通過不斷的勝利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要麽是經濟國力不停上升的勝利 要麽就是戰爭的勝利 否則人民為什麽要同意你一黨專政呢 其實這個結論我已經說過好幾遍了 只是很多的觀眾不太相信 還是那句話 中國以及中國的對手 應當珍惜中國文官佔優的日子 對中國過度的封鎖和打壓 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中國不是俄羅斯 中國有強勁的製造業和組織力 根本就是一個美國和蘇聯相融合的怪胎 不要覺得我危言聳聽 像郭正亮這種嗅覺敏銳的政客 已經退出民進黨了 你還覺得戰爭真的離你很遠嗎 中國歷史上沒有戰爭的歲月 其實是很短暫的